第2個四個賽 準備 第1個提示 請看5秒 幾百首歌 從哪一條開始選了 應該會有一些事件聯想 我相信 第2題請看10秒 鬼怪的書籤 鬼怪是那一齣韓劇嗎 它那邊有一個書籤 上面寫的字是不是 答案兩個字 鳳飛有一首歌是兩個字的歌名 這邊知道鳳飛飛的 翠芳 毀了 你能知道這個人就不錯了 哪知道他什麼歌啊 所以只有海軍跟徐光復 還有那個前面三位啦 前面三個年紀超過30歲才有可能 其他人應該猜不出來 來喔 第3個提示請看15秒 加拿大國旗 徐光復啊 風夜 風夜 鬼怪有去風夜拍啦 有去加拿大那個 魁北客拍啦 我在猜啦 因為其實鳳飛飛歌名 對我來說我是不知道的 我也在想 他有首歌叫風夜嗎 風夜萌啦 風夜萌 風夜應該答對了 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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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男生表現得很好喔 來 敬請徐光復的 請 恭喜 恭喜我們的男同學表現得不錯 徐光復同學 國立中山大學氣管措施 他真的很優秀 因為他的學歷真的不錯 所以他的題目其實是沒那麼好出的 好 四分鐘我們要面對的題目 請公布 徐光復 光復哥 你的題目由 養老往哪兒去 這是你在研究的課題 對 對不對 沒有錯 你很關注養老的議題 對 沒有錯 你擔心以後不知道老要住哪兒 是不是 對 而且以後我們的旅遊的課程 逐漸都是老人家為主 出國旅遊 你的課程搞不好 都是五十歲到七十歲的 對 沒有錯 因為他們才有錢嘛 對 有錢有錢 OK 自留生懂讀 其實就是說你這個人 其實就是自留生嘛 我不是 我是正常人 就是考運比較好 會考試而已 下面就是你特別在中國歷史上 中國歷史通 你的中國歷史特別好 是 孩子怎麼了 好 關注孩子的身心教育 對 老婆我聽話 講的是和老婆之間的 所謂的兩夫妻溝通 哪門的幽默 很重視幽默感的培養 韓國食鍋拌飯 這是你喜歡的食物 還有喜歡旅遊的地方 對 喜歡 視力退化者 就是你 就是我 我兒子 我媽媽都一樣 現在都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視力 第一題從哪裡開始 食鍋拌飯吧 吃的東西應該考不會太難 韓國食鍋拌飯 請出題 四分鐘到 韓國食鍋拌飯 是韓國人的家常料理 請問食鍋拌飯由來 和誰有關 又稱作什麼飯 A 將軍 B 媳婦 C 乞丐 漂亮 我的答案是B 媳婦 請先鎖定 能不能往裡面夾 往裡面餐啊弄的 那為什麼不是乞丐 有可能是乞丐 不過比較像是 佛跳翔是乞丐嘛 我們遠遠好像這樣講 那當時來講的話 那個韓國是一個階級的社會 媳婦是 就是吃菜圍的 就是最後 所有人吃完之後 菜圍是他吃 而且他那個時候就是 他在旁邊 他在煮菜 還要洗碗 他沒有時間吃飯 所以就大概 所有東西湊一湊 就趕快吃了 所以大概就是媳婦 他就是便餐的意思 就是食鍋拌飯的來源 他們是負責吃菜圍 吃菜圍 那誰會得吃腳尾 那個 民意代表 手藝人 提 提醒 謝謝陳哥 謝謝陳哥 好的開始 食鍋拌飯現在是韓國的著名美食 但其實它已經有百年的歷史 一開始就是因為 媳婦在一個家庭裡頭的地位 通常都會比較卑微一些 通常他煮完了一撮的飯呢 公公婆婆的老公先吃 吃完以後 他只能剩菜剩飯再給媳婦吃 有一個媳婦就很有創意 他拿一個食鍋 把這些剩菜剩飯放在裡頭 然後加熱之後 再零碗 然後加上一點紅紅的辣椒醬 拌飯吃 沒有想到他加熱的時候 就變成鍋巴好香 所以公公婆婆也想吃了 後來她就乾脆把這樣的一道料理 也給家人吃 那大家都非常喜歡 就變成後來的食鍋拌飯 真感人 這個媳婦太厲害了 後來聽說媳婦都會換她自己 吃主食 超公婆吃聖飯 結果她又發明了韓國炸雞 對 對 我先吃啊 幫大家做 第二題 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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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力退化 視力退化 請出題 請問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曾指出 眼睛的光澤會在幾歲之後 就開始退化 並且逐年下降 A 25歲 B 30歲 C 40歲 我的答案應該是 40歲 C 請鎖定 不會再早一點嗎 好像 還有出這樣的題目 難道不會早一點嗎 我那時候想選30 我也想選25或30 因為我30歲就開始退化了 對 可是應該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的度數應該是25歲就固定 單指眼睛 因為我們25份固定度數之後 不可能30歲就開始退化 我們這邊有醫生 你知道嗎 我知道 還是中醫師 對 另外他答對幾首 你也覺得 因為那個 就是我們中間說髮危險 頭髮跟眼睛都是靠血去灌注 所以到45歲之後 就是慢慢的會走向一個退化 他有點像是一個巔峰 有沒有想 是啊 請介紹 是不是四十歲眼睛的功能就開始退化 下降了 恭喜 從我們出生之後呢 其實所有的臟氣在不同的年齡 會開始慢慢的變老跟退化 像是心臟 從二十歲以後就開始退化 那不管是我們的骨骼啊 肌肉啊跟眼睛 大概都是到四十歲的時候 才會逐漸退化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要怎麼保護自己的眼睛呢 超過四十歲之後啊 盡量不要醜顏 還有呢在出外的時候呢 如果太陽很刺眼的時候 戴太陽眼鏡都可以幫助我們 不會那麼早得到白內障 而我們的大腦呢 其實是最晚退化的地方 所以不要想說 年紀大了啊 學東西都不方便啊 就不想學新知了 因為我們的頭腦 是到七十歲之後 才會逐漸退化喔 一萬塊就在巷子口了 加油 選那個自由聲 讀書的方法 自由聲 懂讀什麼 德國心理學家提出的 艾濱豪斯 遺忘曲線就發現 在學習上最佳的複習時間 是什麼時候 A 剛學完馬上複習 B 學完一個小時後 C 學完一天後 我的答案是B B啊 對 請鎖定 為什麼不馬上 因為馬上的話 它並沒有辦法 好像沒有辦法 你必須要讓它淡忘一陣時間 就是讓Focus 失焦之後再複習 才會比較容易 進入長久經驗區 然後如果是C的話 一天之後 我記得好像睡眠之後 你大概 一半的內容 開始會進入遺忘區 所以我折衷 其實我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但是我折衷選B 自然淡忘之後 再記錄是不是 對 要淡忘一部分 但是不能完全淡忘 的時候再記錄 這樣滿有道理的耶 真的好像一天以後 會忘掉三分之一喔 對 尤其睡眠之後 對 一個小時以後 聽介紹 是 出來 好 這個愛賓豪私疑 忘區先生 根據我們大腦在記憶的時候 可能會忘記的速度 來建議大家怎麼來學習 最能夠事半功倍 那其實如果我們在一剛學完 馬上復習的話 它沒有太大的一個意義存在 因為你基本上都還記得八九成 這個時候複習其實你只是很快 再看一次而已 所以通常我們在看完的 這個二十到一個小時之間 你可能真的有一些東西 就突然慢慢忘記了 這時候如果你還只記得一半 另外一半忘記的時候 你趕快複習 時間是最快 而且能夠再重覆一次 你會更容易把它記住 因為如果你隔了一天再去看 通常隔了一天之後 我們忘掉七八成了 這個時候你不就要複習了 你是已經基本上要重新學習 所以你又要再花費另外一個時間 所以最有效的方式是 當下隔了一個小時 看一次 隔天再看一次 然後隔兩天再看一次 有一個一 二 四 七 二 一的方式 當你反覆看很多次之後 這個東西就進入你的長期記憶區 它就比較不容易淡忘 來 第四題 程哥你覺得我應該選哪一個 我覺得你 養老 老婆跟幽默 還有海之星的題目都很棒 你的題目我覺得我很喜歡 對 所以你選中國歷史通 對 中國歷史通 因為感覺它這個 比較不會拖出範圍 沒有拖出考古題的範圍 對 感覺 如果這題還會超過考古題的範圍 我就算了 搞笑 中國歷史通 請出題 不行 對 牡丹是中國花王 但卻不是國花 請問牡丹曾在哪一個中國籌 得當過國花 A 宋朝 B 明朝 C 清朝 我的答案是A 宋朝 請鎖定 完全不知道 猜的 猜一點有點依據吧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那個時候 宋朝的對於 牡丹的養殖技術 應該到一個非常強的地步 比如說我們看天龍八部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宋朝的 牡丹養得很好 因為天龍八部有寫 那個段譽就有分析說 他們大禮國有多少種牡丹 什麼... 對 那我就覺得說 一想到牡丹 我就聯想到天龍八部 天龍八部就是宋朝 所以選宋朝 曾經當過國花 牡丹在宋朝 是 叫什麼 請就叫 加油 你嗎 這句答案是 清朝 好 那其實在中國歷代下來 我們都看到 都把牡丹稱為國色甜香 但是並沒有真正確立 它就是我們的國花 其實國花這個概念 是一直是到19世紀的這個英國 他們才有這個國花這個概念 而國花其實就跟我們的國旗 國歌 國徽一樣的重要 那麼中國開始有國花 是在清朝慈禧太后 在光緒年間的時候 她建了怡和園 在怡和園的這個地方 她做了一個國花台 充滿了牡丹 也正式確立了牡丹 就是清朝的國花 那其他什麼 叫什麼 我們要送給曲光復的是 聰明先生 小子UV除蠻吸塵器 就是台灣的銷售冠軍 被評比為CP值 最高的一台除蠻機 更是日本年度人氣NO.1 體肌很輕巧 簡單又好用 不是最便宜 但人是賣最好的除蠻機喔 除蠻機送給你除蠻機 非常喜歡 非常喜歡 來 下一輪的司格賽 就位